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晓婷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的各地最新要点新闻 美墨边境移民抗疫驱逐纵火 激留中心至少39人丧生 墨西哥官员周尔表示 靠近美国边境的一个 移民拘留中心发生大火 造成39人死亡 29人受伤 情况严重 火灾发生在与德州的 埃尔帕索接壤的华雷斯城 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指出 此事因移民 因即将被驱逐出境点火 以示抗疫而引起 这座中心积留了大约70名移民 多数是委内瑞拉人 拜登下令美国政府禁用 非马恶意商用间谍软体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 以商业间谍软体 被世界各国政府 当成政治打压工具为由 禁止美国政府 使用引发争议的 非马等商业间谍软体 白宫表示 商业间谍软体 对美国构成显著的情报威胁 目前已在50名 驻外人员的手机上 发现这类软体 美国又有火车出轨 化学物质外泄 当局称情况或控制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公司的火车昨夜 在北达科他州 乡间出轨 没有发生火灾 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发生事故的列车 有四节 再有液态磷青 两节装油以二纯 火车出轨时 洒出了一些化学物质 目前尚不清楚 有多少化学物质外泄 但因事故地点附近 并无水道 当局表示 外泄化学物 已经在出轨现场 获得控制 四月为分心驾驶宣传院 盛改博士积极取缔 驾驶持手机 盛改博士警察局表示 在驾驶车辆时 不得手持电话交谈 发短信 或是使用应用程序 根据2022年 全加州民意调查 近72%的受访驾驶人表示 因发短信分心驾驶 是他们最大的安全隐患 2021年 加州公路选警 因分心驾驶 发出了近5万6千份罚单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